赛罗奥特曼居然成为了光之国的国王 他举办了一场歌唱比赛 格力乔正在表演恐龙扛王的舞蹈 特别加这小子竟然敢笑他唱的难听 OK 巴拉扁 巴拉扁 恐龙扛 狼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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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扛 狼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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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贝在干嘛 在忙睡了吗 起白马太酷了 王子还是唐僧啊 花园里花哑娃 哼着打啦滴打啦 家人们谁懂啊 难道我不如睡花 格力乔阿姨加油 唱得真好听 太好听了 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贝利亚集结了一万只怪兽 准备去攻打光之国 这下可糟糕了 都给我排好队 男的排左边 女的排右边 觉得自己长得帅的就站中间 怪兽们全都很听话 整整齐齐地排着队 右边这一排都是女的怪兽 左边的就全都是男的怪兽 中间的怪兽果然都长得很帅 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帅气啊 特别是这个只有三颗牙齿的 和这个长得像鹦鹉的家伙 是不是比我们家哥哥还帅一丢丢呢 报告贝利亚老大 我们已经准备就绪 可以随时前往光之国了 我雷德王作为怪兽队的队长 我向你保证 这次的行动 只许失败不许成功 你个玉米棒子 胡说八道什么呀 会不会说话 你不用去了 赶紧给我走 我不想再看到你 我只是不小心说错话了而已嘛 贝利亚你这样就赶我走 哼 走就走 反正我也不想当怪兽了 跟着你们整天都被奥特曼欺负 我要去当个好人了 怪兽军团们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我们这次的秘密行动 千万不能把消息泄露出去 谁要是敢把我们的计划 偷偷告诉奥特曼 我就把他揍的牙齿掉满地 听见了没 知道了 知道了 贝利亚开着一艘霸气的直升机 带着他的怪兽军团出发了 不得不说呀 贝利亚这台直升机看上去真的牛啊 后面还拉着一台坦克 怪兽们也不简单 一个个直接站在飞机上面 居然都不会掉下去 这下光之国的奥特曼有危险了 不过贝利亚这台直升机的技术 看上去好像很一般啊 他驾驶的直升机在空中不停地晃来晃去的 看得让人心惊胆战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雷德王这家伙已经先来到了光之国 他居然开着一台会飞的自行车 这也太牛了吧 原来他是来给奥特曼们通风报信的 难道雷德王真的改邪归正了吗 雷德王的出现把所有的奥特曼都吓了一跳 还以为他是来捣乱的 他慌慌张张地直接来到了赛罗奥特曼的面前 赛罗哥哥 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 贝利亚带着怪兽军团 要来攻打光之国了 你们别在这场歌跳舞了 快点做好准备防御啊 没过一会 贝利亚他们也来到了光之国的上空 贝利亚正在找地方降落 然后准备偷袭奥特曼 可他没想到的是 杰德奥特曼早已经在等着他了 发现了贝利亚的直升机后 杰德立刻变身成尊皇形态 紧接着飞到了半空中 直接打了贝利亚一个措手不及 贝利亚和怪兽们根本还没反应过来 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噼里啪啦的 这贝利亚也太惨了 怪兽们根本来不及防备 就这样被杰德一顿暴揍 三两下子直升机就被摧毁了 怪兽们直接全军覆没 全部都从半空中掉了下去 哎呀 到底是谁胆子这么大 竟敢把小戏偷偷告诉奥特曼 害我被投袭了 要是让我知道的话 我一定把他揍成猪头 雷德王这次拯救光之国立了大功 赛罗奥特曼给他送了一个奖杯 而且还奖励了三个大汉堡给他吃 从此雷德王就留在了光之国 和其他奥特曼一起守护光明和正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